剛剛我們這個楊總有說啊 《愛奇異台灣戰》一連播出你好多的劇集耶 你看滾石愛情故事 一把青直劇場戀愛沙塵包 都是你男主角耶 對不對 你看其他男演員 都是要...其他頂級劇集的男演員 拿到的腳本都是你不要的是不是 然後你又今年得金鐘 今年又再度入圍金鐘是不是 很巧的 那你當初看到這個劇本 怎麼樣讓你這一位當紅男星覺得 哇這厲害一定要演 沒有當紅了就是... 炙手可熱 就是...呃... 騙騙騙騙 不過當時你看到這個福士德遊戲的劇本 一定覺得是驚喜 讚嘆 我覺得那個時候的狀態很特別 就是我在去年只拍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一把青一個就是一個電影 然後把自己弄得很不像人 然後後來休息了將近四到五個月 然後在年後 然後導演跟導演接觸 大維接觸 然後跟製片接觸 看到劇本之後覺得 嗯... 你們想做這個東西嗎 因為...在我來想 我會覺得說這個... 你要做很多後製 你要很多很多很多就是所謂的合理的劇情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很多台灣劇 他們想要做一些很類型的東西 可是他們都想得到 譬如說要被車撞死 嗯... 譬如說他要被炸彈炸死 他可能會遇到很多災難 可是...在遇到災難之前的鋪陳 對... 我覺得...呃... 厚度上... 厚度上是有的 所以... 在那時候看到那個... 大維的本子之後 我發現喔... 原來是可以做的 對... 就覺得很好奇 想要問他怎麼拍 對...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見到他的時候 就是...欸...你要怎麼拍 我說...欸...這個很難耶 這個你要怎麼拍 這個你要怎麼拍 對...我就很想聽導演他 如何分享他的想法 嗯...很棒 你會想做導演嗎 跟導演聊完之後之後 導演很怪耶 很怪 你要幫他聊 怎麼樣的怪法 導演是我見過最怪的導演之一 真的啊 真的很怪 很怪 他... 他都沒有話 你就問他 他就...他就這樣 嗯... 因為他忘了帶小超 對...之類的 等一下你們看得到他 就是...介紹一下 他會想很久 嗯... 對...我就... 我就會... 噢... 然後我就會想問下一個問題 可是下一個問題答案還沒有解決 OK 哈哈哈 可以馬上了嗎